开心吗 然后您有雀跃期待吗 反正台股还会再崩跌 我们返向的ETF就可以大赚 离去赚 一直赚 赚很多 真的吗 我们来做一张表格 给您看一下 世新请上来 台股返向ETF 这边还真的很迷人 你看代码在这 名称在这 然后迷人的是在这 因为涨幅一两根涨 一百以上超赞的 所以党党都让你赚吗 请注意 这个不要轻 有代码有名称 近年来的涨幅 注意的是什么 满一档基金的管理费 有人很贵 有人是便宜的 还有不好意思 要小心的是 有的量 这不够的观众朋友 所以不是党党优 对不对 是没有错 其实这个ETF 反向ETF 他跟ETF 刚好是反过来了 我们正常ETF 是copy大盘的指数 而反向是 他也是copy 但是他是越跌 他越赚 所以最近就变成一个很热门的商品 那至于反向ETF 什么时机进场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股市 是遭逢系统性风险疑虑的时候 现在算吗 现在当然算 系统性风险就是 你没有办法去规避的嘛 好坏股票 全部都跌的情况 就叫系统性风险 那第二个就是政府啊 可能宣布啊 净空令的时候 那在我们台股歷史上 只有几次了 一九九八年的九月 那时候亚洲金融风暴 那二零零八年的九月跟十月 是禁止放空 到十月的时候 九月他只是一百五十档 平盘以下禁止放空 十月啊 他是怎么样 他是全部平盘以上 你也不准空 不让你做空 对对对 跟大家报告 我们现在亚洲国家 韩国大陆 好几个亚洲国家都净空了 我们还没净空 我们现在还可以容却放空 对那我为什么说可能 而不是说 等到禁止 这净空令发布的时候 因为每次政府啊 他宣布净空令的时候 几乎都是低点 像最近的一次是 2015年的8月24号 那一天宣布净空令之后 从隔天开始 台子旗啊 外资台子旗多单了 就再也没有翻空过 那我懂了啦 你要买那个只有好股票 政府宣布净空令的时候 再去买台积电就好 理论上是这样 还蛮准的 真的哦 对对对对 那第三个就是我等一下会教 比指数站上月线的时候 这个非常好用 这等一下我会在教学的时候 跟大家操作测跌 对对对 那这个买反向ETF 你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 其实你不必太计较这个管理费 刚才瑞涵有列出这管理费 但那管理费 因为我们买ETF 我们不是零贵去买 我们是在集中市场 它是属于一个次级市场 所以买卖起来其实跟股票一样 我们不是去银行买基金 所以不会被扣管理费 所以不用太计较 所以我们只要注意次级市场当中的价差就好 对 它不会给我收管理费 不会不会 除非我去跟投信申购 对 哦那所以刚刚玉檀问一下 你刚刚那个主动型基金要跟投信申购 就会有管理费问题 对 它应该会在净值里面去做一个coach 反映在净值上 所以听此细容 因为ETF会有投信申购的初级市场 然后在次级市场当中股票可以买卖的 如果你是在股票市场当中的ETF买卖 就不用去管这个 对 不用去管 那第二个你要注意这个折溢价的问题 其实折价溢价很好理解 当你股价 我们姑且称它是股价 其实是市价 市价大于净值的时候 那就是溢价 那溢价理论上它不能差太多了 甚至应该要最好是低于净值 那如果说你超过超过两趴的话 那最好是不要去追它 不过这也可理解 跟您报告 因为ETF全名叫做股票指数型基金 所以基金是它的母体 因此净值投信那边才是母体 你要跟他做比较 市价是次级市场 所以市价比较高叫做溢价 市价比较低叫做折价 拿它来做比较 就这样 是那再来最重要的 这一点我认为是最重要 就是流动性为第一考量 我们看这张表 这个T50反应元大的 你看它年均量 大概年均量 就是说每一年下平均每天 大概有五点八二万张 流动性相当足够 那第二个这个国泰加权反应 它一天也有大概两千多张 然后富邦这个台湾加权反应 也有一千八百三十五张 那刚才还有两档 一档是群艺的加权反应 跟赵峰的蓝筹三十 来我们回到刚刚那一个 我没有帮您抓我们的影颜 没有帮您抓您均量 我抓的是周均量 所以周均量一个礼拜 群艺这个才八百多张 赵峰蓝筹三十反应才十五张 这种是量太少吗 太少 你这还是周 最近大跌它比较热门 如果是年化的话 它这个大概只有两百六十张 那这个赵峰蓝筹更惨 只有十四张 那你买了空欢喜一场 你要出给谁 对啊 对啊 所以流动性不够 是不要不要去动 回到市新那一张 所以量太少也不碰 这三个是OK 对而且他们通通都是折价 折价的话 我在次级市场当中 买的黑板当中的市价 是便宜的哦 是没有错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三档是比较可以考虑的 那投入资金 我认为多头的时候 你要低于二十趴 空到十后才高于五十趴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这个反向基金的投资朋友 你千万不要报偿啊 这个是不适合报偿的哦 你把他想像他跟股票一样 我股票 我买一档股票 买一档基金 我最糟的状况 就是他跌到零 破产 但是如果他是反向的话 就跟你放空股票一样 我五十块去空一档股票 他涨到一百块 完蛋了 你本金输光光 如果他再涨的话 那你不但输光光 你还要再拿钱进去贴 那用在这个基金反向ETF的话 他会破产的 而且我跟您报告 像这种反向或正二两倍 都是杠杆型的 他都涵盖期货 每个月的换约结算 这都是要成本支出 所以有些呢 才会有那个半衰期啊 像富邦Vis ETF是这样 只能做短 有赚就跑 对OK 那至于怎么操作呢 我们就教大家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好用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叫做VIX指数 我们的富邦VIX 他追踪的是标普500 每股的VIX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台湾有自己的VIX指数 选择权当中有一个恐慌指数 其实现在在月恒常说 对没有错 那这个VIX指数啊 用在操作旗指也好 或者是这种反向ETF 其实非常好用 为什么呢 因为VIX指数 他其实就是选择权波动率 那任何的行情 可能出现变化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群精明的人先知道 这个时候他会先去买选择权 这时候选择权波动 就会开始变大 那也有可能是利多了 但是很少有突发性利多 那我研究出来 当他VIX指数占上月线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你看这边占上月线 对不对 月线是这一条吗 对对这一条线就是月线 好来来这里 他占上月线的时候 你看指数是不是往下掉 崩跌 对不对 5月6号这边占上月线 也往下掉 去年七月二十六 占上月线也往下掉 那最近一次更不用讲 一月三十号跳空占上月线 你看崩一大段 月线在这 对我而且这个都还有领先性 所以马上来抓 台指选择权当中的恐慌指数 隐含波动率 来请看 在这一条就是绿色就是月线 所以来跟大家说 这是二零二零一月三十号这一天 对当天他跳空上去 几乎就没有再跌破月线 所以指数你看到今天非常恐慌 指数就一路跌 而在前面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你一两个月你就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他几乎每天站上月线 对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只知道说 当他跳上去月线之上的时候 这代表不管发生什么事 只要一发生就是大事 所以请问 当他应该说台资选择权当中的恐慌指数 当他揪着月线上上下下 您就要开始现理准备 可能大盘快要崩跌了 你可以买反向ETF了 等他跳上去站上的这个moment 你就可以买反向的ETF 没错吧 对没有错 好那请问我买了 买了之后您刚刚又叫我跑短 那我是等到什么时候再回补呢 因为买了赚了我要出场啊 出场呢 OK比X指数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肩头反转 所以你当他看到他跳上去 哪一天他出现一个 这个带长上影线的黑K的时候 差不多就差不多要掉下来了 那第二个就是你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先出一半 那等到他确定跌破月线的时候 你就把它全部出光光 千万不要留长线 所以在高档的时候 黑K上影线长上去把它卖下来 就要准备要卖 但是呢正是破月线的时候卖 对 但如果说他破月线要等很久 他出现了上影线上影线平平的 我在这边可不可以卖 那就先再看一下 他可能还有机会再获利 OK OK 好 世新谢谢您了 赞 台库反向ETF 你想做可以吗 当然可以 可是呢 刚刚世新的第一章 除非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什么系统性风险 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美股现在不是崩跌吗 全球股市不是大跌吗 可是很多人钱都套在股市当中 怎么办 赶快卖掉美债啊 我那边钱还算多 赶快卖掉 我有赚钱的黄金啊 所以你卖着卖着来抢救这个 一笔钱到处赚 赚不太过来 这叫系统性风险 现在全球股市就出现这样个状况 因此呢 怎么做该怎么挑 感谢世新刚刚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他让人再更清楚的 来 居民请上来 明天台股呢 关盘重点您觉得呢 对 第一个当然是美股的一个表现 因为对于这次的一个 临时性的一个降息跟14QE 我想这个市场上都是有点恐慌 所以第一个当然是 美国股市的反应 目前来看美股最强的是肺半 肺半还蛮接近年线 所以如果肺半能够领先抗跌 或者不再破底 那是一件好事 第二部分外资买卖超 当然我们先求不大卖 这个这个要马上买超有点难 所以先求不大卖 另外新台币如果不中扁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后面的行情会相对比较好 那先求三日不破低点 这个是止跌的一个要件 那如果创低的话 其实我们希望它急跌而且带量 另外指标股包括电子 我们当然一个看台积电 第二个部分赵丰金 还有包括统一超 因为这三档个股 当然台积电本身具有指标意义 赵丰金跟统一超都带 长红K棒或下引线 所以理论上来讲 没有破底的机率相对比较大 居民赞 谢谢您 观众朋友这两点 恐怕明天您还是摆脱不了 因为今天晚上美股一开盘 马上出现了熔断了 7%瞬间跌停 所以又熔断了 欧股狂跌了8到9% 情况如何 更多的坏消息 所见代表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这一晚安 我们再会